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开始进入到具体的相关算法的研究中 那么本节的目的就是研究二进制中未操作的相关算法 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 程序会根据指令更新在内存中的相关变量的数值 而程序的变量可以根据它的类型来划分 类型决定了变量的可取范围 可取值的范围 以及什么样的运算可以发生在该变量之上 变量的类型有一大类 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基础数据类型 在西加加中基础数据类型有 Bull, Trub, Shaw等这些常用的基础的数值类型 在Java中就有对应的Bulling, Trub, Buy, Shaw等等 我们像这种类型的基本的这种表达数值的数据类型 我们都称之它称作为基础数据类型 那么更加复杂的各种数据类型 实际都建立在这些基础数据类型的组合之上 在算法面试题中 有很大的一块是涉及到对基础数据类型的二进制成绩的操作 一个此方面很经典的面试题是这样的 给定两个整形变量A和B 交换它两个值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一般我们都会这么做 先拿到一个第三个变量 一个局部变量Temp 先用这个A负责给Temp 然后再把B的值负责给A 最后再把这个Temp的值负责给B 那么它真正面试时真正问的问题是 你是否能够交换A B两个的值而不使用其他变量 也就是说直接交换A B的值 而不能用这个Temp或者类似的第三个第三方变量 事实上呢 这样的操作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下面这种 首先呢 先做这个A和B做疑惑操作 这个表示一个疑惑得到这个A 然后把这个疑惑操作后得到的A 再和这个B做一次疑惑招错 那么这样的话 然后把结果负责给B 最后再把这个A和B再做疑惑操作复制给A 那么三次疑惑操作之后 A B的值实际上是交换了的 那么更简单的解法就是把它们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我以前的职业生涯 在面试过程中曾经被问过不下三次 但愚蠢的是我都没有答对 由于这个题目在面试过程中出现的频率较高 所以大家留个心眼 一旦在面试中遇到的话 千万别答错 那么二进制层级的算法内容呢 最多的就是要涉及到位的运算操作 很多关于二进制层级的算法设计 都要基于一些在位的位相关的基础操作之上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二进制的位二进制的对位的基础操作都有哪一些 第一种是x与x减1的差作与操作 那么这样的这个操作 它的目的是把x的二进制表示中最低位的1给清零 我们看一下个具体的例子 如果x等于0b1010110的话 那么执行这个操作之后 这里这个1最低位的这个1会被清除成0 得到这个结果 大家发现这个最低位的1变成了0 所以这个操作x和x减1的差作与操作 它的二进制这种二进制操作呢 为操作呢 目的就是把这个x的二进制表示的最低位上的1给清零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前面 我们在前几章我们提到的 如何统计x的二进制表示中1的个数 我们在y手环中就用到了这一个方面 我们每一次都把最低位的1给清到0 那么把所有的1都清零了之后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0 然后y就手环中子了 那么也就是说依靠这个操作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统计这个x的二进制 二进制表示中1的个数有多少个 那么这个算法在前几节我们已经谈到过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回去看一看 那么第二种基础操作呢 是这样的 我们先做x减1的差 然后对这个差值取反 最后再以这个x做与操作 那么它这个未操作的目的呢 是得到它二进制表示的最低位的1 那么我们看一个具体例子 如果x等于1010110 那么x减1之后 它的结果就是1010101 那么对这个1010101做一个取反操作了之后 得到的是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x减1取反再与x去做与操作 我们最后得到的是这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有什么特点呢 也就是说我们取到的这里这个1正好就是跟这个x二进制表示的最低位的1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操作的目的就是得到x的二进制表示的二进制表示中最低位的那个1 OK 这是这个二进制操作的目的 那么在还有一个基础操作是在二进制的操作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是交换第i和第j位的值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最低位我们是从0开始的 也就是说这一位我们认为它是第0位 OK 那么假设我们x的值是0b0101那么i等于0j等于1 那么我们要想做的是交换这两位的值交换这个1和这个0的值 那么交换这个i和这两处之后那么x就变为了0110 那么这个操作呢交换指定两位的这个操作代码如下 这里面只有几行大家注意看一下 OK 那么首先是在这里面首先把这个x向右以i位然后移做操作 那么判断一下 然后x向右以追位然后再做与操作 然后判断一下它们是不是相等 这个1辅判断的目的呢 是为了看这个x的二进制表示中 第i位和第j位上的值是否是一样 如果x的第i位和第j位上的数值是一样的 比如说第i位是0第j位也是0 或者说第i位是1第j位也是1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交换了 因为交换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只有它们第i位和第j位上的值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才做两位的交换操作 那么怎么做交换操作呢 首先是把这个1向左以i位 然后把这个1向左以追位 之后获了之后得到了这个数值 与这个x做一次亦或操作 那就相当于把x的第i位和第j位给互换了 OK我们看一个具体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假设这个x的值是101010 i等于1追等于2 那么i是这一位是1 追等于2是这一位是0 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做亦或操作是怎么样的 那么首先这里面d我们看这上面是这个x的值 这里呢是把这个1向左以追位和1向左以i位之后得到的结果 这个的值对应的是这两个这个操作的结果 对应的是这个操作的结果 OK那么把它做一次亦或操作之后大家注意看一下 由于第0位两个都是0 所以亦或操作选0 那么第一位呢由于两个都是1 所以亦或操作之后就变成0 那么第二位呢原来是0 那么当我们那么这个1向左以追位和1向左以i位之后 或后得到的结果的第追位也就是第二位是1 那么两个做亦或操作之后就变成了10 大家注意看一下亦或操作之后就是10 那么其他地方由于都是0 所以亦或操作之后都保持不变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两个词做亦或操作之后 那么原来的原来X的第i位是1 那么一或操作之后这里变成0 第追位是0 一或操作之后是1 也就是说第i位和第追位的值就成功互换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基础操作 这一段代码的基础操作 就是要把X的第i位和第追位上的 二届字上的数字相互交换 那么这个基础操作在后续我们的算法体检 算法解题过程中要反复的用到 所以大家对这个基础操作要留一个印象要理解 OK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还有一种二进制的基础操作呢 就是要将64位的整形 它的二进制表式进行倒转 例如大家看一下X 如果它的值是11100 那么前后倒转之后后面的三个0放到了前面 前面的三个1放到了后面 那么要实现这种全面的倒转操作呢 我们可以基于上面这个讲的两个位的这个交换操作 反复运用这个两位的交换操作来实现这个倒转功能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倒转 把这个X的这个高位和低位全部倒转的话 我们只要做一个这个循环 那么J呢是处于J指向的是最高位 J指向的最高位 然后I从最低位开始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把最高位 最低位和最高位进行交换 假设最低位是0的话 那么最高位是n的话 那么用第0位和第n位交换 那么swap by就是把0和它的这个最高位进行交换 紧接着再把这个第1位和第n减1位 再把第1位和第n减1位进行交换 然后把第2位和第n减2位进行交换 那么一直交换 交换到这个I和J相互碰头了之后 那么整个的这个二进制 整个的这个二进制表示的形式 它就完全倒转过来了 OK 那么这一个操作一会儿 我会把用代码 把用程序运行起来 让大家看看效果 所以大家看到 看到大家看到吧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基础的 为的二进制操作 就用到了这里面 用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 这个几种基础的二进制 为操作的之一 为操作的这个方法之一 OK 那么我们这里面已经用到了一次基础 基础的二进制未操作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去分析到具体的这个有关未操作的算法面 面试算法题 看一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前面讲过的几种基础的未操作是怎么被运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 OK我们看一下题目 那么对于64位或32位的无符号整形数 x 我们把它的二进制表示中 1的个数称为x的权重 如果例如x等于7 它的二进制表示形式就是111 由于它有三个1 所以x的权重就是3 我们用sk表示 64或32位无符号整形数中 权重为k的所有整数的集合 其中k不等于0或64 那么现在我们挑定一个正整数x x属于sk 也就是说这个x它二进制表示中 这个二进制表示中它1的个数有k个 OK 那么题目要求是 要你找到另一个整形y也属于这个sk 并且y不等于x 使得它们相减的绝对值最小 OK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把这个视频暂停一下 动手试一试看能不能拿的 拿前面我们讲过的几种这个基础的二进制位操作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OK 那么大家如果做完了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看一看知道解释怎么处理的 那么 首先我们大家是否还记得前几节我们讲过的一个一些抽象的分析方法 其中有一个叫做小数量的数据分析模式 也就是我们拿一些简单的实际数据放到题目中检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规律可循 在此我们也试一试一些具体的数据 例如我们假设这个K等于3 那也就是整数的二进制形式中含有三个1 不妨设X的值是1011 那么这里面X就有三个1了 然后我们随意的取一些相应的Y值计算一下 看有什么结果 如果我们取得Y等于B0B01110 那么X减Y的绝对值得到的结果是101 如果Y的取值是1101 它的绝对值就是10 那么如果Y的取值是0B111 那么X减Y的绝对值就是100 那么通过一系列测试呢 我们发现当X等于0B1011时 能够满足这个绝对值的差最小的条件的Y是0B1101 OK我们再测试另一种情况 如果K等于4 也就是说X的二进制表现形式有四个1 假设X等于0B11011 那么我们也取一些其他符合条件的Y试一试 如果Y取值是0B11110 那么它们的绝对值之差 它们的差的绝对值是这个0B11 如果Y的取值是11101 它们的绝对值 它们差的绝对值就是0B10 如果这个Y取值是101111的话 它们的绝对 它们差的绝对值就是0B100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之后 我们发现当这个X等于0B11011的时候 Y的取值是111010 可以满足 它们目前发现它们这个差的绝对值是最小的 这样的话我们把两次测试的结果放在一起看一看 X取的值是1011 Y的取值是1101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X取的值是11011 Y的取值就是这个11101 其中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结果得到的一个规律就是满足条件的Y似乎是X的二金字表 事情适中从最低位的右边开始往左走 当第一次发现两位不同的时候 连续两位的两位上的数值不同的时候 把这两位交换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了 大家看到从这个右往左走走到的第一次发现两次不同是在这 然后把这两位交换就得到了这个Y的结果 那么这个下面的X也是这样的 下面的X也是这样 大家注意看一下 是在这里 大家注意看一下 在这里面X现在从最低位从右往左走 那么当第一次遇到两位不同的时候 把这两位交换一下就得到了这个想要的结果 大家注意看 从规律上看 从这个我们的小样本 计算出来得到了规律上看 应该是这样 那么 那么似乎我们如果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可行的算法 也就是我们要从X的最低位开始 从右向左变利 当第一次发现相邻两位的数值不同的时候 把这两位的数值进行交换 就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Y值了 我们接下来从理论上证明一下上面做法的正确性 如果假定X和Y都属于SK 也就是X和Y他们的二进制表现形式中 都含有K个1 如果X的二进制 二进制 DI位上是1 DI位上是0 那么Y正好相反 DI位上是1 DI位上是0 那么他们得到他们的 X的绝对值就是2的I次并减去2的J次并 那么要想使得这个他们的X的绝对值最小呢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也就是说X和Y的二进制中 只有在I和J两处不同 其他处处都相同 如果不然要不是这样的话 假设X的DK位是0 DL位是1 Y也正好相反 那么如果说只有这四位不同的话 那么X减Y它的X的绝对值就是这个I的 2的I次并减去2的J次并 再加上2的K次并减去L 2的L次并 这样的话下面这个值 这里得到的这个值 显然就要比这个值要大了 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发现 最后这个结果会比这里要大 也就是说 要想使得这个X和Y 它们之间的这个X值的绝对值 要最小化的话 那么X和Y它们二进制上 只有必须是 只能有两处 它们的这两处位置上的这个 二进制的数的数值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要想使得这个2的I次并减去2的J次并 它们的X值的绝对值最小 这个I和这个J要尽可能的靠近 那么最靠近的情况就是I和J相邻的情况 所以综合与上这两点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前面描述的这个算法 是可以是正确的 理论上是正确的 OK 那么我们 那么根据这个既然得知我们算法的正确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算法的描述 进行这个写编写代码和进行它的这个复杂度分析 由于这个算法我们要算法执行的时候 要便利一次X的二进制表式形式 假设X的二进制是由N个位构成的 那么我们便利一次的话 要便利N个位的话 实际的复杂度就是ON OK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 那么首先这个算法叫做5mABS的 也就是要找到这个X相对应的Y值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I首先自为0 那么I小于这个整形的 这个在加法中表示是这个整形的最大数值的二进制的位数 然后我们从I开始看一下相邻的两位进行先对两位进行交换 如果I和DI和DI加位如果他们这两位是数值是一样的话 交换之后X的值是不会变的 如果DI和DI加位DI加一两位的数值交换了之后 所得到的结果的值跟这个X不同 那就明显就表明DI位和DI加一位在二进制的表 在二进制上DI位和DI加一位他们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算法原理把这两位进行交换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那么这个算法这个算法题就用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交换指定两位的这个二进制位的基础操作 OKOK那么这几行代码就可以满足这一道面试算法题所要求的结果 OK那么这里我们就总结一下本章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基础数据类型算法方面的研究 我们讨论了涉及基础数据类型的二进制表是形式中的若干种基础操作 这些基础操作分别是把最低最低位的一清零 然后或者是获取二进制中最低位的一 或者是交换指定位置的两个数据位的数值 以及实现二进制表是形式的倒转等等 那么这些操作我们给出了相应的这个代码实现 最后我们分析了一道涉及二进制操作的面试算法题 并给出了相应的这个算法设计和代码实现 大家理解了上面的内容之后 记住一定要用纸和笔在不看这个资料的情况下 把我们本章所描述的算法重新实现一遍 大家只有在不看这个文本的情况下 自己实现了一遍之后 才能够认为是自己真正的理解或刺透了 这里面的内容 由于大多数的面试都是通过纸或者白板进行的 所以大家在平常要用笔和纸来写算法 才能更好的去模拟实际的面试情况 OK 这是这一节我们在理论上要讨论的内容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代码 具体的代码实现 OK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代码是要交换指定的 这个x把x二进字表式形式中 第i位和第j位的值进行交换 那么这个的做法是把这个x 它的二进字表形式进行全面的翻转 那么这个5min abs 就是要找到这个x和y 找到以这个x差值绝对值最小的这个y OK 我们把这个运行查给大家看一下 OK 在这里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把a的负值给100负值给a 把200负值给b 然后我们往下走看一下 OK 这样的话 在交换前a等100 b等于200 然后分别做三次抑或操作之后 OK 大家看到在这里面 做三次抑或操作之后 a的值变成了200 b变成了100 那么a和b的值交换的时候 我们没有没有用到任何第三方的局部变量 OK 我们再往下走看一看 那么这下面的呢 大家看到我们随意取了一个x的值 叫1234567 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个二进字表 是打印出来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交换它的第三位和第七位 上的这个二进字的数值 大家看一下第三位是0123 第三位的值是04567 第七位的数值是1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这里 这个1和这里这个0进行交换 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看到 那么那么原来第三位是0 那么交换之后第三位是1 那么原来第七位是1 交换之后 第七位变成了0 那么其他的位都不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实现中 把这个给定位 给定位置上的二进字数值进行交换 这个逻辑的实现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把这个看这个实现把这个某一个数值的二进字形式进行倒转的这个代码的实现 OK 那么假定我们给定的这个二进字 原来这个二进字是11110001 然后OK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整形 然后再 然后执行了这个reverse by这个操作之后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它二进字的表现形式中 是不是全部倒转了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原来前面是1111 后面是0001 那么接下来也就变成前面是1000000 然后这个四个一又跑到了后面去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这个二进字形式进行全面倒转的这个逻辑实现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要我们要看的代码是去查找这个给定的某一个x值 之后去查找这个x以x差值最小的这个y OK我们的这个是5mini abs是要满足这个条件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5mini abs跟它的实现给我们文档中描述的是一样的 OK它的逻辑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再多讲一次了 OK得到了这个值是111101 那么正好是这两位由于这里面这两位是第一次出现连续的两位不同 于是把这两位交换变成的结果就是11101 我们得到的结果也是正确的 OK这是我们的代码实现 当然拿到代码之后可以自己进行调试一下 检验一下这个实际的逻辑的实现是不是通过这个代码实现去进一步去理解我们文档中所描述的这个设法原理逻辑 OK那就谢谢大家来到Coding提示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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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les lovers 谢谢大家